孙玉梅仔细回忆了一下 便摇了摇头 没听说什么 没有就好 马明远这才放下心来 蒙在鼓里的孙玉梅不知道马明远所指的传言是什么 一定是他听到了什么 否则也不会这么问他 于是他试探问道 马书记 您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马明远犹豫了半天 此事也事关孙玉梅 便也没有藏着掖着 今天啊 先几位突然接到一封电子匿名举报信 是关于我们的 孙玉梅一听 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 脸色一下子紧张起来 自己才二十多岁 连个对象都还没出 如果传了出去 自己将来还怎么做人 哪还有脸面面对父母 马明远拍了拍他的手背安抚道 用不着紧张 这件事 先几位已经压了下来 我已经向有关领导做了说明 这分明就是无中生有 恶意重伤嘛 是有人想用这件事来做文章 至于到底是针对你还是针对我 现在还说不清 放松点 别紧张 我会妥善助力 马明远的话说得技巧性极强 在阐明情况的同时 却并不提起具体任何一个领导的名字 可以说是做得滴水不漏 听见马明远这样说 碎玉梅紧张地碰碰乱跳的小心脏 才稍稍平静了一下 不过还是流露出了一丝的担心 不管写举报信的人是如何用意 一旦传出去 不仅对马明远不利 对自己更为不利 马明远是龙山镇党委书记 就算纪委实在是压不住 冲击量给他一个生活作风问题的定性 但生活作风问题是道德层面的问题 不涉及违法乱记 最多也就是提拔不了 仍旧是资历深厚的政科级乡镇一把手 而自己则不同 终止提拔 就意味着上不了复科领导 仍旧是一般的科员 将来还要没日没夜地加班 接受龙山镇大大小小领导的差遣 既不可失 事不再来 一旦失去这次机会 马明远如果被调离龙山镇 将来自己还有没有机会 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马书记 那我上复科的事 会不会受到影响 孙玉梅忍不住 抛出来心中的顾虑 马明远摇摇头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应该不会 纪委那边压了下去 不过 一旦传开了 闹得满城风雨 那我也就很难保证了 孙玉梅再次担心起来 马书记 那需要我做什么 马明远等的就是这句话 郑重其事道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注意自己的严行举止 在组织部来龙山镇 考察你之前这段时间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还有就是你仔细想想 除了你和我 有没有其他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 你有没有不小心说漏嘴过 孙玉梅很聪明 尽管马明远问得如此委婉 但还是听出了他的意思 他连忙把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马书记 绝对没有 我敢保证 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过 我只是问问 玉梅呀 你别误会 我是说呀 现在这件事既然发生了 我担心的是 有人知道这件事 虽然继委那边 暂时把举报信压下了 不过 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人揪出来 他就会像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引爆 明白我的意思吗 孙玉梅恍然大悟 点了点头 但自己和马明远的事 自己做得滴水不漏 寥寥无几的几次 也都是在全单位所有宿舍 都熄了灯的一夜里 白天工作期间 自己很注意 没事从不去他办公室 任凭谁都不敢信口自谎的 不过马明远的推断 不是没有道理 既然举报信内容 直指自己和马明远 存在着不正当男女关系 这说明 有人发现了他们之间的秘密 即便是没有直接看见 也极有可能 是自己完事后离开马明远房间时 被人发现 因此怀疑到了这一点 如果是有人发现自己大半夜 从马明远房间出来 那么这个人只能是单位的人 外面的人 大半夜不可能进入大门紧锁的 龙山镇政府大院 会不会是有人看见我从你房间出来了 孙玉梅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马明远在确定孙玉梅没有将两人的秘密告诉过别人后 也料想到了这一点 她心照不宣地看着孙玉梅点头道 很有可能 平时晚上住在单位的有三十多号人 但马明远只用了几秒就把所有人都筛选了一遍 用排除法抛除掉了极大部分人 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举报单位一把手 是要有十足的理由 也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 很快 她便锁定了怀疑对象 玉梅啊 你仔细想想 你有没有和谁发生过矛盾 不然的话 别人不可能就因为看见你从我房间里出来了 敢这么言之确凿的举报 马明远就差直接点名到姓了 孙玉梅恍然大悟 马叔姐 你的意思是欧阳致远 你看 咱们想到一块了 不过现在也只是怀疑 毕竟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但是你想想看啊 要不是刘军出事 这次这个妇科干部非欧阳致远莫属 你抢了他的机会 还有就是对欧阳致远的处分 他嘴上没说什么 心里能满意吗 马明远分析道 以孙玉梅对欧阳致远的了解 他不是这种人 但种种迹象表明 事情的始作俑者 除了欧阳致远 没有第二个人了 他有些半信半疑地看着马明远 马叔姐 如果是欧阳致远干的 要不要找他谈谈 马明远立即摇头 欧阳致远有作案动机 但并非就真的是他 咱们现在啊 只是怀疑 再说这事 纪委压了下去 你也没有听到什么传言 暂时想安兵不动 纪委那边也在调查 匿名信的来源 组织部干部科下周一 应该就要来龙山镇考察你 在此期间 一定要稳住 不要争了乱子 剩下的事我会处理 马明远这些话 让孙玉梅倒是松了一口气 马明远在官场二十年 有着非常丰富的危机处理经验 自己就不要添乱子了 但是两个人下午回到单位不久 关于马明远被匿名举报的消息 还是在龙山镇私底下传开了 孙玉梅很快就听到了 关于自己和马明远的风言风语 甚至有人开始用怪异的眼神看他 并且在背后指指点点 孙玉梅不好去办公室找马明远 联盟第一时间向马明远发消息 说事情传开了 现在全单位的人 都在私底下传言他们的关系